从前有一个小男孩,他喜欢在森林里玩耍,一天,他遇到了一只小兔子,他和小兔子成为了好朋友,小男孩和小兔子一起玩耍,但是小兔子突然不见了。 小男孩遇到了一只狡猾的狐狸,是兔子的天敌。狐狸告诉他小兔子被困在了一个陷阱里。 小男孩感到非常难过,但是他还是相信了狐狸,和狐狸一起去拯救小兔子。 小男孩和狐狸救出了小兔子,并一起回到了森林。 小男孩意识到,虽然狐狸是兔子的天敌,但不代表所有的狐狸都是坏的。 狐狸也是可以帮助别人的。 他们一起在森林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要用一个群体来代表所有的个体,即使它是你的敌人,也请给机会去多互相了解。